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新任的中聯版主任駱惠寧今天就上任了 我們首先一起分析一下 到底他上任的這篇講話有什麼特色 然後再看回頭 到底黃主任黃志文被免職 是不是他和林鄭權鬥之下的一個結果呢 我們先看看駱主任那篇講話 其實整篇有三大特色 第一 措辭相對上是溫和的 整篇來說 他完全沒有提及止暴制亂這四個字 大家都知道止暴制亂就是大陸的官媒對著香港吹奏的主旋律 在這篇內找不到取而代之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近半年來香港的形勢令人抽心 大家都熱切地期盼著香港能夠重回正軌 就是這麼多 第二點 就是他竟然想嘗試賣弄溫情 就是重看香港在中國的改革開放 和現代化建設當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這個現代化建設就是四化 即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 說不說這些東西出來 還以為香港的神祖已經被大陸邊緣化 不知道去了哪裡 第三點 就是他在這篇講話當中 重新要一國兩制需要行穩致遠 沒有再提及到 中港融合 或者去大灣區發展 這些議題 這個感覺就好像回到1997年 這樣的情況 即是當時還未叫中聯辦 那時就叫做新華社香港分社的社長 說那些話為什麼這麼溫和 當然實情是有待觀察 到底他來到香港 到底會不會和林鄭一起租資香港人 會不會接一些硬任務 例如23條立法 目前這一刻當然是未知之數 但是我們觀察一下駱惠寧的背景 他就是在2015年的時候上任山西省委書記 在他上任之前其實在2014年 山西就經歷了一場塔坊式腐敗 這一場的塔坊式腐敗 就是和時任的全國政協副主席令計劃有關 在這一場的風暴當中 至少是有七名省級幹部下馬 而且各級地方官還有三百多名幹部 都一起墮馬 他就在山西裡重建了山西的官場 好了 他來到香港到底有什麼特色呢 作為這個中辦的主任 有三大特色 第一 他就是歷任的中辦主任當中 年齡是最大的 65歲 本來已經要退休了 其實是 第二個特色就是 他是由全國人大來調任這個中辦主任 從來以前都沒有試過 第三個特色就是什麼呢 就是他是唯一一個曾經有地方主政的經驗 而且他就不是港澳系統出身 和港澳系統可以說是完全沒有關聯的 到底駱惠寧的上任 是反映得出中央對香港的政策有什麼轉變呢 其實就是要從黃志民主任被免職開始說起 大家都知道 林鄭上任以來 其實中環和西環之間就不太咬圓了 林鄭上任日期就是17年17月1日 黃主任遲他一些是9月22日才上任 當時林鄭當選了行政長官以後 他故意隔了三天才去拜訪中聯辦 非常刻意地建立一個形象 就是他和中聯辦保持一定的距離 其實在他上任之初 林鄭也是挺自負的 就想營造一個強勢的中環治港形象出來 當時他就非常多想法 包括搞理財新哲學 當然這是假大空的說話 比如說搞土地大辯論等等 以示自己和過去三任的行政長官 都有所不同 其實這個他後來自己也有說過 就說逃犯條例的漏洞 過去三任的行政長官都搞不定 就是由他來做 其實就是踩著老董 爭著事和689的 到9月22日黃主任上任以後 他爆了一句出來 就是中環和西環走在一起 挺好的 當然不是爆肚 是故意地說 就想駕馭高級公務員系統 以及林鄭 當時林鄭就不事未宜 聽到這句說話 隔一天之後 他就殺有戒事地走出來和公眾說 就說香港是不存在西環治港的 而在他上任之前 就曾經接受過港台的節目訪問 他在這個訪問當中 也說了一些說話 就是要和中聯版刻意有所區隔 他怎樣說呢 主持就問他 到底梁振英有沒有叫過中聯版枯票呢 他就說情況不穩定 因為這個不是公開的 但是他本人就否認有叫過中聯版枯票 而且他就說 在競選的時候 也曾經清楚說明了 不需要中聯版幫忙拉票 特區政府對香港的有效施政是責無龐態的 他就會跟中聯版說 會很努力地跟特區政府的團隊 做好自己的份內事 那就是說 他擺明是一個非常強勢和自負的人 覺得自己很厲害 是不需要中聯版幫忙的 好了 但是中聯版經常有二月組代跑 在今年的年頭的時候 就搞了一個新春團拜 其實是跟這些特區政府的官員 其實每年都有搞 但是呢 19年的時候就比較特別 就搞了兩場 其中一場就是專門接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以及一眾的常任秘書長 就是整班這些就是高級的公務員 而且在新春團拜上高 王主任還說什麼 就說中聯版願意跟特區政府的公務員隊伍 坐在一起 傾在一起 走在一起 他很喜歡用走在一起 那就是說 擺明是越早代跑 如果你是林鄭當然也會覺得是不時未疑 好像經常被人想嫁控 自己的權力就經常遭受到威脅 到了19年的新春團拜 本來就是往年 中聯版搞新春團拜 接見這些特區政府官員一次過 但是在19年的時候就分開了兩晚 一晚就是接見這些高級問責官員 另一晚就是專門接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以及一眾的常任秘書長 那些常任秘書長其實就是高級公務員 因為依然是在這個公務員系統裡頭 黃主任在當晚就說什麼呢? 就說特區政府的公務員 是國家公務員體系的特殊組成部分 中聯版就願意跟特區政府的公務員隊伍 坐在一起 傾在一起 走在一起 他很喜歡用走在一起的詞彙 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 很明顯就是一種意味是什麼? 就是越早代跑 對不對? 如果你是林鄭你會有什麼感覺呢? 當然就是酸溜溜的 就是不事未宜 自己竟然作為公務員隊伍的首長 但是就不是同一時間受到接見 到底 你是林鄭是他們公務員的老闆 還是黃主任是他們的老闆 為什麼會這樣分開來接見呢? 到了後期三月的時候 遲山子 大家都記得了 就是拒絕握手 我相信多多少少跟這件事是有關係的 到了修訂逃犯條例的時候 其實建制派初期又不是很積極 而且沒有什麼對應 其實他們分了幾次 商界紛紛出來表達憂慮 怕自己被拘捕 有些是自由黨也出來說過 這些說話 而石禮謙擺明是不喜歡這個逃犯條例 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在事務委員會上罵雙包的時候 就故意拖延了 當然在5月20日的時候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就說 要在612席上大會 就是挑起了嚴重的民怨 而在3天之前 即是5月17日的時候 中聯辦主任黃志文 才是緊急召見了人大政協二百多人 就要求所有建制派 要支持這個逃犯條例的修訂 要求他們歸隊 為何這個情況去到這麼遲呢 當時有些政圈的風聲指出 就說這個推動逃犯條例的修訂 其實是林鄭本人的意願 當然我對於這個說法其實是否定的 我認為一定是中央授意 但到底林鄭當時 是否繞過了中聯辦的系統 和所有建制派 直接就得到了中央授意呢 事後看來似乎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中聯辦去到很後期 才是統籌這個枯票的工作 其實林鄭一直都被那幫建制派救病 就說當建制派不是東西來的 就以為建制派就等於政府黨 不需要找人專誠去酷票拉票 建制派就會自動支持政府 那到底林鄭是否真的自負到覺得 這一幫人不需要拉票酷票 自然數夠票就能通過得到 我相信她是這樣的感覺 因為到後期的時候 大家記得在六月中 這個逃犯條例宣佈暫緩的時候 公聯會的麥美娟在禮賓府那裡少 林鄭 其實這已經反映得到 根本上不是林鄭要求麥美娟支持她 很明顯是中聯辦要求她支持 但是捉了招 所以就覺得受到林鄭的拖累 因為她就算發火 也不能夠向中聯辦發火 只能夠遷路於林鄭 因為中聯辦要求所有人全力歸隊 而且說一定要通過 即使是到六月九日 這個一百萬人大遊行以後 那些建制派的政黨依然被要求出聲明 就說全力支持 是直上大會的 六月十二日 當然後來就宣佈了暫緩 而到底宣佈暫緩 這個決定有沒有諮詢的建制派呢 或者有沒有通報中聯辦呢 現在事後看來似乎好像沒有 其實林鄭眼中似乎不太看得起 黃主任 好了 就輾轉到十一月份 這個區議會選舉 當時有些所謂西環契仔 謝偉俊 以及建制派 葉國謙等等 很多人出來說了說話 包括黃國兄 就這樣說 就說想這個區議會選舉延期 押後等各樣的 當時他們用諸多藉口 又說社會比較混亂 很多暴動 不利於選舉 其實就是不利於建制派的選情 大家心知肚明 但是林鄭就說 不是 要為這個區議會選舉創造條件 最後就是如期舉行 大家都知道 統籌選舉就是中聯辦做的 其實林鄭到底是否有心 建制派和中聯辦一動 搞攬炒呢? 事後大家看看 連中聯辦主任都被免職 到底這個是不是 林鄭和中聯辦之間的權鬥所產生的結果呢? 大家可以亦有自行判斷 黃志民目前被調了閒職 回到北京去研究黨史 現在駱惠寧上任 到底對港政策會有什麼改變呢? 會不會繼續被林鄭從中作梗呢? 還是習近平特地放在香港 要將自己的決定 確切落實和執行呢? 我看似乎是後者居多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